那為什麼今天這個董事會要來找我林志誠來當這個公司的接班人 他出發點一定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很好的專業經理人 他出發點也不是一定不是因為我有很強的電信業的背景 他出發點一定是因為我能夠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再過五到十年的話電信這個產業可能就變成傳統產業了 沒有轉型成功的公司它是生存不下來的都必須要往前進必須要升級 最有機會的產業就是數位相關的產業不管是電商也好 接下來往前走的AI IoT人工智慧測電網智慧醫療等等這些新的行業 我想在這個時間點為什麼台灣大的這個董事會會找我來 第一個當然是著眼於我過去在這個數位行業的經驗 第二個還是著眼於我帶來的這整個AirPods的整個平台 現在有三百二十八家活躍的新創工幾乎都是服務提供商 台灣大可以非常容易的跟AirPods的團隊去組成一個好的一個Vessel Breed的團隊 去提供給客戶這樣的服務 一起去面對這個轉型的挑戰 5G的這個各種不同的標準 目前在對於絕大多數的消費者來講 它其實是沒有立即的痛點跟立即的應用的 絕大多數的消費者會覺得4G的標準就夠他用 當然就是說如果你告訴消費者說每個月付同樣的月租費 你就可以得到5G他們會不會用 他們當然會用 但是問題是5G現在成本是4G的4倍 5G現在的確是有特殊的消費情境跟特殊的商務情境跟工業情境是可以用的 比如說我今天是一個棒球隊我是經營一個棒球場 我在我這個棒球場想要提供給我的球迷即時的VR體驗 能夠讓我的球迷可以站在投手旁邊 看到這個投手怎麼投這個球 站在打者旁邊看到打者怎麼面對這個球 那台灣大做一個operator 我去提供這樣的一個total solution 所以包括connectivity 包括軟硬體 甚至包括服務的人員 我都去提供這樣的服務 所以接下來5G再比的就不是誰的connectivity比較好 誰的頻寬比較大 傳統的這個電信的這個戰場裡面 可能這三家五家都是把比之當成死敵 過去在賣資費賣手機 大家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進到了數位這個框框裡面 其實這個戰場是比本來電信的框框大 一百倍一千倍的 我不把其他的電信公司當成對手 我反而把他們當成潛在的合作夥伴 比如說我們一起投資Light Bank 我們跟遠傳一起投資Light Bank 我們有MOMO中華電信沒有 接下來我們要跟MOMO做的各種合作 中華電信不會做的 那相對的他們有他們的優勢 比如說他們有他們的MOD 我們沒有 大家的競爭關係變少了 甚至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進到了這個Online世界 進到5G世界裡面 我的比較多的是 所有全世界在提供類似服務的公司 那我希望我跟AppWords養出來的團隊 或是跟我們外面結盟的團隊的合作 是能夠成為這個垂直領域最被企業所喜歡的服務 那至於有沒有跟中華電信或遠傳比較 我覺得那都不是重點 因為我覺得我的競爭對手可能是Google 可能是Amazon 可能是這個國際的競爭對手 我希望你做了